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卢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他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球员 身体天赋 他并不属于NBA理事顶级水准 爆发力 速度 所有我们能想象到 有关于矮将的天赋属性 这名球员没有一项 能达到品尼天下的级别 但他却成功了 在他的领域 凯里欧文的运球 是我见过最出色的 偷篮领域的乔丹 三番世界的库里 在运球的世界之中 艾尔夫森与欧文 是我见过最强球员 麦卡兰卡斯特 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NBA训练师 很多NBA知名巨星 都会找他训练 在他个人观点里 给了他极高评价 凯里欧文 是现役所有球员 运球最好的 在身体怪物遍布丛林的世界 欧文的生存方式很特别 他拥有极高的工匠精神 每天都在拿着 布满生血的铁锤 一次又一次 锤炼自己的运球技术 你们会发现 如今NBA时代 比以往更看重技术的细节 那欧文运球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能让他在这个时代 脱颜而出 这篇篇 就让卢瑜为大家解析 这名球场上的鬼魅幽灵 究竟他的运球 有什么特点 能无视一切防守 我们注意这两张图 这是KD在准备突破 与防守的距离 这是欧文在突破前 与防守的距离 在分析欧文技术特点前 我们需要了解 欧文进攻模式的核心关键词 那就是主动接近防守 寻找破绽 欧文的进攻模式非常大胆 它秉承着明知山有火 偏向火山形的意志 不断用运球撕裂防守 所以我们在看欧文的比赛 它比其他所有球员 更容易让防守晕头转向 这种高危险投入的进攻模式 欧文获得的利益 相应也会很大 我们注意看这个回合 欧文在进攻中 使用了三个运球技巧 背后运球 转身 胯下 最后完成终结得分 但当我们将每个动作进行分解 欧文三个动作看起来 很像无效动作 右侧背后运球 防守没有失位 向左的转身 也没有摆脱防守 最后一个胯下运球 欧文进攻空间也没有出现 这三个动作 在很多人眼中是失败的 运球花里胡收 其实啥用没有 但我们注意 在欧文突然减速上篮时 防守却失位了 有没有人发现 欧文跨下运球后 他已经到篮下终结区域了 这个位置 防守有一点点失位小错误 都会被无限放大 防守外线揉人了 没事 还有内线卸防 内线篮下揉人了 防守就完蛋了 其实这就是欧文的进攻精髓 对于NBA级别的防守 能在外线将防守彻底甩掉 本就不太现实 凭借运球 一点点接近篮下 就是欧文最大的目的 他喜欢将自己与防守之间的距离 控制在一步以内 对于一名突破 投篮结合 进攻方式极为丰富的球员来说 在这种距离发动进攻 防守人无论怎么移动 他都会出现破绽 简单的向右侧突破 并没有摆脱防守人 但欧文没有停止运球 向右侧打步横移的决策 让他有了投篮空间 最关键的是 欧文这次出手 发生在非常接近篮筐的景区 距离越近 命中率越高 这是我们所有人知道最基本的知识 如果欧文在三分线 就使用横移后撤不出手 他的命中率 会因为距离有一定的下滑 我们都在想 如果用运球 将防守一次性甩飞 才是最好的运球 这很难实现 也是很多人认知上的误区 当欧文运球来到景区这个位置 并且没有停球状态下 你们觉得 他的突破威胁有下降吗 相反 此时的欧文突破威胁 才是最大的 这个位置对防守来说太致命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转身运球 背后运球 等等这些技术 在欧文手中仿佛生化了一般 为什么他使用这些 可以变得这么强 原因就在于防守的距离 当我们身体足够贴近防守 转身运球效果 才会达到最大化 这也是欧文 敢于主动靠近防守的敌气 如果防守能跟上欧文的速度 他就会用急停拉回 让防守后悔 为什么要跑这么快 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欧文每一次运球处理 都能惩罚防守 想要主动接近防守的本质 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 大脑处理信息速度 一定要达到极高的水准 这就是欧文的过程之初 他非常擅长快速处理防守信息 做出最正确的学测 但光有大脑可不够 我们的运球速度 能不能跟上大脑的速度呢 所以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欧文运球的秘密 很多训练师 对欧文运球总结 就是四个字 人球合一 听上去蛮有科幻感的 但我们确实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词来信用他 欧文在运球时 他的手一直是轻轻包着篮球 手掌与篮球贴合度非常高 这让欧文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很多高难度的运球动作 这一点很多人能做到 不仅NBA 其他篮球领域爱好者 最不缺的 就是运球技术出色的人 但如何让运球 变得极具侵略性 我们要紧急 脚步和重心才是真正突破的力气 欧文在花样运球时 他从未停在原地 一直在保持着低重心 脚步移动的心略状态 这是欧文最特别之处 他并不像哈登冬切奇 这种节奏大师 会使用跨下运球后的突然变速 完成突破 如果说 哈登与冬切奇 是以击比杀的突破风质 欧文就是慢性毒药 他从运球启动开始 就在突破 防守跟随欧文的节奏 一步步深入足以致命的陷阱 而欧文在运球时 篮球直到低于膝盖高度 才会离手 这里 篮球还在一个正常高度 但欧文不会在这个高度 让篮球离手 在足够讲低自己重心前提下 直到篮球低于膝盖高度 欧文才会拍球 让篮球离手 大大缩短的拍球多余时间 欧文运球速度 变相速度 就会比其他球员看上许多 有时候 光我们大脑反应过来还不够 运球的速度 一定要跟上我们的反应速度 才能更好地避开提升防守 为什么那些看似严密的防守 总是锁不住一个矮将后卫呢 运球足够低 你会发现自己变相动作 衔接得更快一些 欧文在小空间内 创造运球空间能力 堪称历史顶级水转 所以我们会理解 欧文在乱战中 经常会做出一些 出乎对手意料的操作 比如说 队友眼户还没站稳 欧文就开始启动了 因为眼户还没站稳 欧文跟防球员 还在他的身侧 而斜方的中锋 已经提前堵住了他的突破路线 留给欧文进攻空间 就变得很小 怎么看 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进攻选择 但这就是欧文 即使对方中锋 大大压制了他的运球空间 欧文依然能找到派出的区域 完成突破 你们看 一旁的特里斯坦 都不知道该站在哪里 帮欧文挡拆了 虽然欧文对各种运球技术动作 已经清车熟路 但他本人 依然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技术动作 单手的虚晃运球动作 类似这种阴傲的战术 是欧文本人非常钟爱的技术 但在我们印象中 欧文好像就没有出现一个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动作 他运球技术 真的太全面了 这种面对乱战时 多变且快速的进攻处理能力 才是欧文难以被防守的真正原因 你想跟他打传统篮球 他不跟你打 你想陪他打乱战 能打过吗 欧文个人进攻能力 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直到16年那个夏天 欧文生涯第一次闯进总决赛 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面对73胜如雨中天的金钟勇士 这个小伙子第一次面对大场面 没有丝毫切场 他依然敢在总决赛上 不断秀出一打三 一打四的操作 就连勒布朗在最关键时刻 向泰伦奴直接表示自己的态度 给欧文安排一个单打战术 于是 就有了那一季 丝毫不若鱼子Block的全民三分球 欧文的性格 可能并没有那么讨喜 但赛场上的欧文 我找不到任何不爱上他的理由 我们都说 要有总冠军容易 才能彰显一名球员的伟大 但艾尔夫森不就是例外吗 恰好 欧文也会在我的列表之中 他在运球领域 已经与艾尔夫森并齐 站在历史最顶端的山峰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鱼我期待和你一起长久哦